美国总统拜登 星期三宣布将为乌克兰采购 和运送31架M1艾布拉姆斯坦克 美国官员描述说 这种坦克是世界上最好的 这些坦克足以装备一个 完整的乌军的坦克营 华盛顿在最近几天 组出了这一行的决定 并且与包括德国在内的盟国 进行了几个星期的磋商 这一行决定为柏林方面 星期三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 提供14架德国的炮仪坦克鞋 捕路并且为其他国家 将他们的德制坦克鞋 送给乌克兰开路 德国的炮仪坦克将会 直接来自德国的库船 他们将包括弹药和后勤支持 德国官员还说 很快将会在德国境内 为乌军提供坦克培训 德国总理索尔茨说 为乌克兰提供炮仪坦克的决定 是与他们的盟友和国际伙伴 重新密集磋商的结果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推特上赞扬了德国的决定 他说他真诚感谢 提供炮仪坦克 将会加强几乎抵抗俄军 进攻的能力 德国泽连斯基总统的顾问 波多利亚克说 乌克兰还需要远程导弹 以配合不断增强的装甲车辆的能力 随着德国和美国决定 向乌克兰提供先进坦克消息的传出 俄罗斯官员发出了新一轮的警告 他们说这样的决定 只会使到冲突升级